2002年初 刚刚21岁的谢霆锋获得亚洲最畅销男歌手 他的职业生涯终于摆脱了新二代的标签 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也是在这一年 顶包案让他成为劣迹艺人 职业生涯受到严重冲击 和王菲的感情也遭到考验 因为警察是在张柏芝家里带走的谢霆锋 媒体大肆渲染 宣称张柏芝插足风飞裂 2002年3月的一天 谢霆锋的法拉利撞上了路边的花坛 经警方的调查 是因为当天晚上 谢霆锋和张柏芝在一起通宵喝酒 直到凌晨 谢霆锋开着车载前 张柏芝紧随其后 事发之后 谢霆锋下车 坐上张柏芝的车离开 英皇找来司机警报 谎称是他开着谢霆锋的车醉酒驾驶出现的交通事故 当时谢霆锋的正牌女友是王妃 王妃和谢霆锋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 外界得知的最早的交集点 是他们有共同的师傅 戴思聪 作为音乐教父 戴思聪带过很多香港知名歌手 王妃 黎明 谢霆锋 梅艳芳 刘德华 郭富城 金城武 梁朝伟 陈晓东等等 都曾是他的学生 1989年 戴思聪和王妃的父亲是莫逆之交 刚刚二十岁的王妃就被父亲带到戴思聪的面前学习声乐 五年后 年仅十五岁的谢霆锋 也被父母带到戴思聪的面前拜师 两人的缘分从那时候开始 少年时期的谢霆锋就很欣赏王妃 家里看王妃的节目都不准别人换台 十五岁那年在一次晚会后台看到王妃 还让王妃在他的牛仔裤上签名 1999年十二月 谢霆锋到台湾 宣传自己的新专辑 谢谢你的爱1999十 在采访中他很直接地说 自己最喜欢的歌手是王妃 并且说道 我很喜欢他的思维方式 很有趣的一件事 2000年年初 吴大为在北京和谢霆锋打赌 如果谢霆锋能追到王妃 就给谢霆锋780万 2000年六月 梁朝伟获得嘎那电影节影帝 在香港办庆功宴 在庆功宴结束后 王妃拉着谢霆锋的手 大方地走在媒体的闪光灯面前 恋情正式公布 那一年王妃31岁 谢霆锋刚满20 一个出涉事 一个以利尽风雨 这段震惊娱乐圈的姐弟恋 第一次公布于世 伴随着的是谩骂和流言 都嘲笑谢霆锋 是借天后上尾 跨越11岁的姐弟恋 一直不被众人看好 但也不妨碍两人开启了撒狗粮专场 王妃生日的时候 谢霆锋花高价派得车牌F1 后来王妃挂在自己的车上开了一次 就觉得这个牌照太招摇 还给了她 于是谢霆锋就挂在 自己的法拉利上用 后来两人互相探班 参加对方的演唱会 两人还同时在身上的同一个部位 闻了同样的图案 从纹身 戒指 手表 能一样的都要一样 在一次颁奖典礼上 张国荣还调侃王妃 你的笑容都给了那个姓谢的 2000年 谢霆锋在香港洪馆开演唱会 对着一众歌迷说 我25岁时一定娶王妃为妻 只是年少的感情总是变数太多 2000年 谢霆锋和张柏芝拍摄老夫子相识 在公开场合也能看到 谢霆锋和张柏芝私交甚好 2002年 谢霆锋和张柏芝被拍到相处亲密 谢霆锋辩解道 和张柏芝是兄妹情 同年3月份 两人更是拍到一起同游泰国 4月份 谢霆锋对媒体公布和王妃已经分手 这一年 因为顶包案 谢霆锋的视野陷入低谷 2003年和谢霆锋分手之后的 王妃郁郁寡欢 纳英找来李亚鹏 陪王妃一起打麻将 不久媒体就传出 李亚鹏和王妃绯闻 另一边的谢霆锋 还在纠结和张柏芝 究竟是兄妹情 还是男女情 当年的王妃毕竟比谢霆锋大那么多 并且已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 年少轻狂的谢霆锋 让王妃不得不重新思考 两人感情的可能性 王妃结婚后 谢霆锋蓄离戏外 丝毫没少王妃的影子 2005年 王妃宣布结婚 新郎是半路杀出来的李亚鹏 同年谢霆锋在自己的歌语会上说 这首歌送给你 王妃 让爱一切都成功 这一年 谢霆锋刚好25岁 她曾放言要娶回家的人 成了别人的妻子 这之后 王妃选择无限期退出娱乐圈 经历这次失败感情的谢霆锋 才真正开始成长 越加疯狂地拍戏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半年后 王妃嫁给李亚鹏 剩下女儿李嫣 2006年 谢霆锋在张柏芝的不屑追求下 结婚生子 2011年 谢霆锋成为首个 80后金像奖影帝 在这之后 两人的婚姻各自除交 2012年 谢霆锋离婚 2013年 王妃离婚 2014年 王妃生日这天 谢霆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晒出一段视频 视频中 她唱着电影 一生一世的主题曲 让我们走下去 也就是在这一年 分开11年的她们 重新走到一起 这一年 一个45 一个34 放眼娱乐圈 王妃与谢霆锋这样的 也知此一对 十多年的沉淀 谢霆锋也终于放下 年轻时 桀骜不驯 游戏人间 左右逢远的姿态 变得更加稳重 自律 专注 通过自己的努力 十年前 11岁的差距 和如今的11岁的差距 变得不再一样 外界再没有 谢霆锋 借贴后上位的说法 2014年 不再年少 懵懂的谢霆锋 重新追回了初恋 王妃 复合后 她们的谈很少 但很好客 两个人会打扮随意 出门溜狗 逛街 在人群中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今年更是爆出 两人一起去打疫苗 一起出门吃饭 和21年前一样 大方牵手走在街上 直到现在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21年前 还是21年后的今天 王妃还能被同一个人吸引 她的确很有魅力 男人四十能有多帅 谢霆锋这个名字 就是答案 最近上映的新电影 怒火重案 00后都惊呼 躲过了21岁的吴磊 没逃过41岁的谢霆锋 那个在00后眼中 就是个厨子的男人 忠于一统 80 90 00后的天下 她是个很会做菜 很会赚钱的演员 或许有人会问 为什么那么相爱 非要分开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王妃不和李亚鹏 去婚姻里走一遭 她怎么会知道 究竟什么样的男人 才足以与她匹配 谢霆锋不妥协在张白志的 穷追猛打中 怎么知道自己究竟 最想待在谁的身边 无比幸运 他们错过对方 还是等来了再次 重新选择的机会 比起当年 从谢霆锋手中 结活的李亚鹏 这十多年的时间里 李亚鹏完成了 她演员的转型 成了老赖 为了四千万 她说 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需要我跪下我都可以 想想还有人 欠了好几个亿 都没说跪下的话 李亚鹏的深层人格 确实不顾男人 李亚鹏能从当年 谢霆锋手中截胡 靠的是暖 经历过谢霆锋 这种酷男孩 阴晴不定的折磨 再加上还有一段 失败的婚姻 迫切想要安定的王妃 觉得李亚鹏 才是最佳人选 那个时候的王妃认为 李亚鹏让她觉得 踏实安逸 可如今看来 李亚鹏并不适合王妃 她只是王妃 人生中的一段弯路 一个总渴望世俗的成功 又屡求不得的男人 和一个不愿随波诸流的传奇 之前谢霆锋接受采访被问道 你们是怎么决定复合的 谢霆锋在相遇时 一看对方的眼神就明白了 这种明白不是21年前 为了成兄斗恨 为了打赌能赢 为了酷男孩之间的一个赌注 而是经过了婚姻的失败 才终于明白自己 最想要留在谁的身边 最希望把谁留在身边 生活自会告诉你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也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 好运和能力 在错过之后 仍能找回那个人 给大拲 把这种« 因为